12世纪80年代一部电影《英雄本色》让周润发的英雄形象深入热心 同样也让另外一个反面角色获得了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提名 他就是饰演大哥城的李子雄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李子雄的第一部戏 接下来李子雄也相继拍了多部电影电视剧 比如在新水曲中的《大剑城》《高球》 《碟穴机头》中的《戏戎》等反派角色 每一部都不是主角 并且大多是反派角色 但他素质的《大剑城》 不造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过目不忘 印象深刻 由于经常出演反派 所以李子雄被誉为香港电影界 20多年以来的第一反派 1959年出生的李子雄已年纪60 不过热爱运动和健身的他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与身肌肉体力不输青年 并且他保养的也非常好 现在的他和刚出道时的样子几乎没啥变化 李子雄的妻子是法提曼雅琪 是一位80后比李子雄小25岁 是少数民族回族姑娘 并且有着回族第一美女的美称 在认识李子雄之前 他还曾经和张铁林传过绯闻 在《大清妖王》中 二人在剧中有许多激情戏 不过最终大反派李子雄 赢得法提曼雅琪的方心 虽然相差20多岁 待婚后他们恩爱有加 感情深厚 李子雄曾说过 一生由你而幸福